重新认识植物 植物会聊天吗 很多人没有接触过这些资料的话 认为哎呀 那不可能啦 植物怎么会聊天又没有嘴巴 又不会说话 但是像这位德国的生态学家 他们就用很多的时间精神 用精密的仪器去侦测 去实验去探讨 结果经过蛮长的时间 他们去实验去了解之后 他发现植物会沟通 植物他们有思考会沟通 所以他一样有著作书本出来 树木比我们以为的更警觉 更具有社会性 更复杂 甚至更高的智慧 他们一样透过各种精密仪器 去探讨 去侦测 树木通过网络 共享水分和养分 并借此进行交流 他们会讲话 会有信息的沟通 会有沟通 他们也一样有做过那些研究 不了解的人认为 那个丛林 什么丛林法则 真的现在世界的这个主流意识 对于丛林法则真的是很严重的误解 认为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 不是这样 有的观察出来就认为 那个丛林法则 你看 大家都在竞争阳光 竞争阳光 所以那些比较小的树木 他们就成为弱势 他们就被淘汰 变成都是一直在强患 那种弱肉强食的观念 会形成恶性的竞争 这个社会就不会和谐 变成很现实 很冷酷 但真实的大自然 万物它是和谐的相辅相成 不是恶性竞争 前一堂课也跟大家有稍微讲过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植物它本身 他们有去观察 然后我们 你也可以到森林中实际去观察 去了解 然后他们观察出来的结论是 这些大树 高大的树 因为他们树冠上面 可以吸收到蛮多的阳光 地 那个根也可以从地 从地下去吸取到很多的营养养分 那小树苗呢 小树苗它虽然有扎根 但是在森林里面 它没办法有足够的阳光 如果按照西方他们 世界主流意识所讲的 认为说 他们没有吸收到阳光 然后他们就会被淘汰 如果这样的话 那植物就没有下一代了 因为小树苗它吸收不到阳光 那就会死掉 但他们研究之后发现 那些高大的树木就好像父母亲 父母亲会把他们所吸收的阳光 转换成为能源 转换成为生命 长养的那些养药元素 所以他们会喂养那些小孩子 树木一样 他会照顾他的小孩子 让小孩子 也就是提供养分给小孩子 而且小孩子 他在表面上阳光不够的情况 但是他们一样有足够的养分 然后逐渐的成长 就是这样 所以整个森林 它才会不断的越来越旺盛 越来越旺盛 只要人类不介入去破坏 当然它是越来越旺盛的 绝对不是弱肉强食那种 丛林法则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 万物它是在和谐的相辅相成 生生不息 和谐的相辅相成 所以当你理解的是什么的角度 你的人生就会往不同的方向发展 如果你理解是那种弱肉强食的角度 好 你就会把自己变成很野蛮 然后要去侵略别人 如果你体会的是万物是相辅相成 你就会体会到 我们生命能够成长 是要很多的因缘来帮助我们 同样的 有一天当我有能力 我也都乐意去分享 去服务 去帮助别人 所以一种是弱肉强食的观念 越来越野蛮 一种是朝向 大家是和谐 相处 共存共荣 好好去体会 这两者走向 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植物他们是透过根系 再联络 再通讯息 这个让大家了解 这个就是他们所观察的 哇 植物他们都会聊天 会讯息的沟通 来 这又是从另外一些资料得到的 他里面就提到 这是那个资料是地球母亲 变成化成为友情 再告白 里面就有提到 地球母亲就有提到 树根就是地球的整个神经系统 树根是地球的整个神经系统 人类如果一直的把森林 雨林砍发破坏 把那些大树砍发破坏 要知道 这个就是破坏整个地球的 一个是神经系统 还有生态 本来如果通讯系统良好的话 那大自然 他就可以做很好的 所谓的调节 能够风调雨顺 而如果这些植物树木 被大量的砍发破坏 灯烧 除了生态环境 表面上生态环境的破坏之外 在地球 他的这个通讯系统被人类破坏 所以很多方面就没办法做很好的调节 然后就会形成风不调雨不顺 这个不是民信 这是可以说这是超越现在 普通一般的科学认知的层次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能够 我们要有科学的精神 但是不要被科学的局限所限制 科学一样有它的局限 有它的局限 我们要有科学求真求证的精神 但是不要被科学的局限所限制 就好像宗教 宗教它会带给你优点 带给你好处 但是宗教也会带给你局限 带给你限制 所以大家要有一种开放的心 好的方面我们吸收学习 它要局限你的 我们不要受这些局限 我们能够去突破 成为无限可能的成长 这是有人画出 把那个树木大树 把它画成就像一个和蔼的老人 人类这是这个老人怀抱中的小孩 这看起来好像不切实际 但是要知道 真正的实相就是这样 是植物在养育人类 但是人类被教育 被教育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灵 人类很聪明 人类很厉害 人类的科技怎么样 这是人类教育 没有到位 真正在养育人类的大自然 人类因为错误的教育 结果反过来去摧残它 破坏它 啃食它 这就是为什么霍金博士提到 人类要重新再教育 所以我们要回归到真理实相来看 你看这一张大树 把人类抱在怀抱 来我们来看这两张 这是在马来西亚的海边拍的 在海边有这些大树 因为它是热带地区 这些树木也都蛮大的 就在海边 你看这个大树下掉很多的床 人类来这里来享受 来享受来乘凉 有没有看到 这些大树在照顾人类 所以你要会看 要会看 是植物在照顾人类 那我们再回到前面这一张来看 是植物在照顾人类 所以要从一个更高层次来看 是植物他们这一种生命 这一种灵性 这一种生命 默默在养育在照顾人类 如果你读不懂的话 你认为它是无情 那就随便砍发破坏 认为它是无情 如果你读得懂的话 你就会知道 哇 原来他们的灵性是那么的高 是他们在保护人类 养育人类 照顾人类 如果你真正认识到位的话 你会对他们充满什么心 感恩心 敬爱的心 这个就是人类要教育到位 那这个呢 跟宗教信仰无关 不是盲信不是迷信 我们不要搞那些盲信 不要搞那些迷信 我们要用事实 整理实相来求真求证 好